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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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社會只要一機在手 醫食駐行、吃、學、玩樂 都可以用數碼科技即時解決 年過60的他們都不例外 最主要WhatsApp 看抖音、快手、小紅書、YouTube 很多都是靠手機 我試過有一段影片 有千多個留言 所以我就不停回覆 但又很開心 面對人口高齡化 政府一直推動民間機構 令長者多些用同學習創新科技 不過仍然有一群數碼難民 一來就怕按壞機 對, 很害怕 糟了, 如果按了不行 那怎麼辦呢 又不懂得按出去 如果他不能夠過度去學用這些 資訊科技的東西 他永遠都排不到看醫生 所以無論外出 他日常生活會吃東西 或者平時是社交 醫療、甚至醫療都會受影響 人聲一 結他二 這個 戴字版 這個背景音樂 我要放在我新年那條影片 所以就不要唱那些 什麼晴晴搭搭那些 唱過年歌 好, 記得最後來給我看看鏡頭 麻煩你 好的 謝謝 64歲的Miu 三年前開始拍片放上YouTube 分享自己和丈夫Cesar的退休生活 頻道名叫什麼名字? 60後退休生活 即是60後出生的人 另外一個解說就是我60歲退休 你好, 60後退休生活 Miu 我們今天來到珠海的體育中心 我們又去旅行了 這次去哪裡? 是黨的 我們現在只是走了一個景區而已 過去三年 Miu製作了超過200條影片 頻道目前有三萬多個用戶訂閱 為了吸引更多人看 他嘗試過拍攝不同的題材 也會學習年輕人 喜歡的影片節奏和風格 最難嗎? 其實是怎樣構思整條影片 因為尤其是 如果你開頭那幾秒 你吸引了別人繼續去看 這是很重要 是會令你的流量多 是很重要的 你好, 60後退休生活 Miu 他說當初自己完全沒有拍片經驗 沒想過製作的影片會有這麼多人看 現在他的影片在內地影音平台 有二十多萬的點擊率 帶給他很多滿足感 原來我拍了一些影片 這麼多人喜歡看 我又會再拍 拍得好一點 他們會給予意見 同時我的影片 其實我不只是放在YouTube 我在大陸有三個網站 我也有放的 有西瓜 Bilibili 還有抖音 不說不知道 原來我看一些研究 原來看我大陸網的粉絲 他們的年齡只有四十多歲 年輕的人都喜歡看 如果是拍片最方便的就是用手機 我有兩個手機 我的影片可以的話 我會盡量拍攝航拍 因為航拍飛了上去之後 你看那個景象 是漂亮很多 是很不同的 是廣闊很多的 這個貓字 就是 譬如我要怎樣去放大頭 去… 是怎樣去飛上天 去玩 我試過玩過一次 但很複雜 不要再玩了 我覺得就寫下這個步驟 有時候也不明白 要看很多次 不如做下一些筆記距 Miu從零開始 學習使用各種拍片、剪片工具 他說一開始 難免經常會撞板 於是他會在網上 不斷搜尋拍片教學 不斷研究和學習 游走在網絡世界的同時 他找到退休後的另一種快樂 老實說 我經常都不覺得 我自己六十多歲 我拍了這個YouTube之後 其實我在我的退休之後 我不會說被迫在家裡 因為其實我認識了更多的人 雖然有些我看不到面 但大家在留言上有溝通 Miu喜歡學習新事物 特別對數碼科技感興趣 跟很多年輕人一樣 他經常機不離手 除了平日拍片、剪片 還特別喜歡網舊 我拿著手機 然後去兩個網站 我對比 對比哪一處便宜 哪一處好一點 你看到我現在這間屋 所有燈飾、地板 都是去兩個網站買的 我用手機打開 然後因為這樣 我的五十肩就出來了 因為我由早到晚 就是這樣拿著手機 就是這樣 所以肩膀就痛了 隨著數碼科技的廣泛應用 近年本港長者互聯網使用率 顯著上升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字 65歲及以上人士 使用互聯網的比率 由2020年的大約66% 上升至2022年的大約82% 由疫情時期的安心出行、健康碼 到派發電子消費券等政策 政府使用智能科技的情況 越來越普及 不過社會上 仍然有一群數碼難民 現在年輕一輩 我們會稱這批人 叫做數碼原住民 他們已經去… 根本科技就是他們的世界 我們也叫做數碼移民 我們從以前的世界移民 到一個新的數碼世界 但如果有一批人士 特別是很多現在的老人家 就是他們學的都學不到 他們面對數碼的世界裡 可以遇到很多困難 這批人士 我們會稱他們為數碼難民 生活很多東西都是數碼化的時候 這批人士很容易被邊緣化 很多東西他們真的會很困難 李任國認為長者學習數碼科技 除了方便日常生活 更重要是可以擴闊社交圈子 對情緒也很有正面作用 透過車順科技 可以不只是用 我們希望他可以 跟多些朋友 跟社區聯繫 而這個聯繫的感覺 會令到他們的心情 會有很大的幫助 未連線 開了 現在他要去錄影 我待會兒站在那邊 一邊比較好 那還未適合 76歲的麗珠 最近跟社區中心 學習用全景相機拍攝 這天他跟學員玉娟 一起走花旗拍攝 這個挺漂亮的 這個五代同堂 我們最初拍的時候沒有經驗 我們拿著360會走得快一點 我們後來看那個VR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覺得暈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經驗 就是希望…穩定一點 他們之前也參加過 中心舉辦的手機班 學習過手機攝影和基本功能 這次他們拍攝的片段 會經過剪輯 製作成為VR虛擬實景影片 並會帶給區內的看藥長者觀看 我們對新的科技也很有興趣去學 我們有些片段 會去長者中心或者老人院 讓行動不太方便出來 讓他們看看 我們好像帶他們的眼睛去旅行 雖然越來越多長者 也願意使用數碼科技 但去年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進行一項調查發現 九成二受訪基層長者 只使用智能電話時 感到不同程度的困難 也有超過四成人表示 聯繫親友的時候 感到非常或很多困難 研究指出 越覺得使用數碼科技困難的長者 越會感到孤獨 容娟說自己初期接觸智能電話的時候 都覺得困難重重 拿著相機, 其實都… 怎麼按好呢? 按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會很害怕 最初都是叫他們寫給我 譬如第一步是什麼 第二步是什麼 因為我始終沒那麼好記性 一來就怕按壞機 我現在也有很多都不懂用 始終都是怕錯 五代同堂, 就不要搞那麼久 我們可能給了十秒 現在後就要斬了它 按進去, 給它一點時間 深了一點點 他們為什麼這麼難學新的呢? 其實一定是過去有很多失敗經驗 他可能覺得 按完之後, 機器變輕了 我們為什麼找那麼多長者做義工呢? 例如剛才說, 黎珠姐走前了一步 那他走過一步的過程 就可以分享他的心得 Alex在他工作的機構 負責數碼外展服務 他說疫情令長者 對使用數碼科技的接受程度 和學習動機都有大大提升 很多長者好像黎珠和玉娟 都願意接觸更多新科技 我們說五、六年前的疫情的時候 就真的非常…沒有反應 因為你開班 一來他未必有手機 二來他覺得我手機的概念 他停留了在打電話 看信息, 是溝通用的 但是疫情的過去或過程中 就逼著他們真的要學習 我們玩到今時今日 這些手機班是長長包滿的 職級導遊, 開啟了 對, 還要教那個鬆緊導 他們兩位導遊會去介紹 除了教長者使用智能電話 機構最近更開始應用虛擬實境 元宇宙元素 希望令更多長者 感受數碼科技帶來的好處 藍花… 對… 跟我差不多是那個年代的人 有些是因為健康 腳不好, 他們去不了 所以我很想在這方面做多一點 希望跟他們一樣分享快樂 那些 那些 我希望長者不要邊緣 不要鐵漸 希望讓他們跨過那個紅狗 如果他不能夠過度 去學用這些資訊科技的東西 他就永遠都排不到看醫生 所以無論外出 他日常生活會吃東西 或者平時的社交 甚至醫療都會受影響的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至2018至2019年度起 將長者數碼外展計劃行常化 最新一輪的外展計劃為期兩年 在去年開展 政府和六間非牟利機構合作 舉辦不同活動 讓長者體驗數碼生活 活動除了涵蓋以體驗般形式 教導長者認識和使用數碼產品之外 還加入了不同的科技元素 國資助的機構 亦都會在全港各區舉辦 流動外展服務站活動 主動向長者介紹常用的流動應用程式 和解答他們有關使用智能手機的問題 資科辦預計會在全港各區 舉辦超過300場 流動外展服務站活動 根據資科辦回覆 截至2024年1月 外展計劃已經舉辦超過 36,600次外展服務 累積參與長者人次超過12萬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 不過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有關長者數碼外展計劃 主要涉及鼓勵長者應用樂齡科技 當中實際教長者使用 政府電子化服務的內容並不多 如何推動更多用政府服務 例如脂肪變或者脂肪變家 和醫管局有關的HA高 或者醫健通這些 應該做更多讓長者參與更多 也可以開設一些長者網吧 可以提供一些電腦裝置 讓他們學會怎樣上網 怎樣可以安排一些大使 在這些網吧上教他們用智能電話 或者政府有些新的應用程式的時候 都幫助他們安裝應用程式 教他們怎樣用 我相信在這方面 如果做更多的話 對於推動整個長者群 去應用這些智慧的裝置 是會事本功倍的 梁子永有提到 政府最近宣布擴大長者醫療券的 適用範圍至大灣區 令香港長者可以在大灣區使用醫療券 他認為如果要有效落實政策 首先就要加強教育長者 使用內地的應用程式 其實長者都需要學會 就是找那個醫院 可不可以教他們 用一些電子地圖 甚至乎他們可能要搭車 要吃飯的時候 都可能要消費 都要教他們學會 內地的支付系統 怎樣在香港 開回人民幣的戶口 如果這方面 我們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再深入地去教這班長者 我相信會令整個大灣區 所以跟香港這個融合做得更好 這裡, 客人, 很喜歡這個音樂 怎麼這麼長的?你拍這條樓 你又覺得不是嗎? 我覺得不錯 因為它挺特別的 阿Miu當初膽粗粗將拍的影片 分享上網 他說有賴兩個兒子不斷支持和鼓勵 他們還會不時討論 怎樣剪得好一點、吸引一點 過程中不知不覺自己都年輕了 可能我跟兩個兒子 大家都比較親密 所以有時候我的影片 我的兒子都會給我一些意見 給我一些意見 他說媽媽, 你這裡太慢了 你快一點 用他們年輕的角度 有些東西他們會很快 去得很快 我就跟著他們的腳步快去 截圖有很多食物、價錢 就會有很多人看 尤其是開頭的時候 由那些字幕配置的顏色 都真的有很多進步空間 所以就要一直給予一些信息 不要用這隻字體 不要用這隻顏色 菌底不要用這隻顏色 這樣就開始了 其實我是很豐富的 因為我很多時候 我叫我身邊的朋友和同事看 但是我也是告訴他們 我媽媽做YouTuber 他們第一個發現我 真的嗎? 然後我一刻給他們看 我媽媽的頻道 他們第一個時間都說很厲害 我覺得我就是 我一個YouTuber的媽媽 看來我遇到我的朋友 她是你的粉絲 我謝謝她, 我認識她嗎? 你應該沒見到她 踏入數碼化社會的年代 他們都說要長者活用數碼科技 除了要有政策配合 陪伴和支持都很重要 你要給她支持, 給她支持 還有你要讓她在科技之中 找到她想做的事 找到她的樂趣 她才會繼續走下去 我們要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說我們叫老人家下來 一起教她怎樣玩 自己學很困難 我希望她可以和其他朋友一起學 他們同聲同氣的時候 交流的學習會更多 搞得比較好 我們玩的遊戲叫做《荒野亂鬥》 其實是一個比較容易的 三個人對三個人的遊戲 其實就是卡通的形式 變成跟老友記玩的時候 都會覺得是卡通, 挺有趣的 希望他們都可以投入在遊戲裡 電競遊戲絕非年輕人的專利 這一天, 一群浸會大學的學生 設計一系列訓練課程 帶領長者進入電子競技的世界 負責計劃的Jacky 說學生需要留意不同長者的需求 例如長者視力普遍較弱 比起閱讀文字 學生會教他們分辨遊戲中的顏色和圖案 認識遊戲運作 因為老友記平時比較少玩這些遊戲 到他們緊張的時候 其實手和眼睛的協調 第一件事我們看到是有進步的空間 67歲的Diana剛退休 退休前做了很多年OL 天天對著電腦工作 操作手機電腦這些智能設備 都難拒不了 不過電競他就第一次玩 其實我對電競這個節奏是很不熟悉的 不知道是甚麼事 但我覺得應該是年輕人的年代 所以我很想 雖然我退休 我覺得應該多些機會爭取 跟年輕人一起玩 給我的感覺是一、很刺激 對,第一次剛剛接觸是很刺激 第二,也很欣賞這些年輕人 可以用他的寶貴時間 跟他們分享這些東西 這才是最寶貴 對 為了熟悉電競 Diana這一天約了中芯的老朋友 一起訓練 對…對準他 我覺得不能接觸 因為太快了 因為平時已經有操控手機的控制 我覺得也不是困難 反而發覺有這種興趣 挺好,不錯,訓練你的腦 一來那個畫面相當小 再者的我自己的速度 基本上跟不上他的速度 所以這是有一點難度的 Diana說中芯很多長者跟她一樣 希望追上時代步伐 對使用科技產品也充滿好奇心 願意使用數碼化的服務 不過,長者使用流動應用程式的時候 仍然會遇到各種困難 基本上日常的就沒有阻礙 但譬如有時有些是很久沒有用到 或者已經是沒有那個apps 那就要再下載 這就是一個問題 有機構曾經訪問 超過一千二百位 六十歲或以上長者 使用手機流動應用程式的情況 結果顯示 普遍長者認為應用程式的設計和操作 都不便於他們使用 期望程式可以選擇字體大小 增加錄音或聲音轉換成文字的功能 以及提供簡化版界面等 中芯社工Carol表示 鼓勵長者學習電競的目的 除了訓練他們手頑協調, 團隊協作 從遊戲中都可以提高學習動機 從而克服對數碼科技的恐懼 當我們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開心的東西去吸引他們 他們的動力 或者學習動機就會越來越大 同時間我想在日常生活裡 其實也有很多地方 或者工作 也需要用到這些樂靈科技或電子科技的東西 當他們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其實也是推動到他們 願意去學習和嘗試 這個現金社會是電子科技 如果你沒有這種知識 我想你也挺難用到 你普通日常生活的操作 譬如之前很簡單, 安心出行 如果你不懂手機, 怎麼出行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你也聽不懂